三星Note9高清渲染图再广光依然是全市驱免设计 关于三星即将推出的新级店Note9日前在网上曝光的越来越频繁 此前有传闻三星将跟风在Note9上采用主流的刘海评 近日在网上再次曝光了一组Note9的渲染图 从图中来看 这一代的Note9在设计方面跟前代差别并不大 而且没有采用流浩屏幕设计 在现如今所有厂商都在使用流浩屏的今天 三星也一直坚持着自己一贯的风格 开辟属于自己的道路 配置方面 三星Note9将搭载高通骁龙845 微弧座9810处理器 拥有8GB或6GB两个版本 随大存储空间为512GB 另外在电池方面 三星Note9将配备4000毫升电池 并且采用后置式指纹识别 据悉此次在摄像头方面 Note9将会进一步加强 后置相机也将支持可变光圈 其成像效果也非常让人期待 从来自行转的地下方 据悉此之后 时间列为3165千万 再次顺一些散发